哎呀终于今天吃完晚饭也都结束了 现在都九点半了 其实九点半了 因为今天呢孩子打冰球 所以回来的晚又吃了点夜宵 看没起在擦地 因为我们家有一分工嘛 今天我做饭收拾 扫地擦地呢就没起来 今天有一好消息啊 就是我们想要搬到温华嘛 搬到温华的 这可以说是倒计时100天嘛 温哥华朋友也跟我们说 倒计时100天了 所以我们开始收拾了 所以我们要 我想记录一下我们 这个整个搬家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从加拿大最东边的一个 小的省份 要搬到加拿大最西边的温哥华 大温地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现在你看吧 我刚收拾了一点 我老婆 主要我老婆收拾了 主力这样啊 刚收拾了一点 我们的打包策略呢 就是第一把用的东西都买到这种标准的纸箱 这个是去这个叫优货这个公司呢 买这种标准的纸箱 我买了三种的尺寸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一个中号 米点的 还有一个大号 我们就是想有用的东西 我们都带走 所以带走的东西 放到这种标准箱里面 然后我们打包 还有一类呢 就是要扔的 我们今天早上也扔了五大袋子的垃圾 把一些常见不用的东西都给它扔掉 再要一个呢 就是收拾出来 觉得质量还不错 还好的东西呢 我们会来放在 我们这有那个中国的 咱们中国的微信的二手群啊 还有Facebook上有一些市场啊 来去卖 主要是分三类 然后我们这次搬家呢 我们是想把那种大的沙发呀 床啊 电器 我们的 电器倒是没什么 就主要是这些大的家具 我们要搬走 因为这边买家具还是很贵的 关于运输呢 它这边我们现在是 咨询了两家 这边当地的搬家公司 像我那种情况呢 基本上就是 差不多一块钱一磅 一磅呢 差不多相当于0.9斤吧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看这窝就 也轻易的 很痛 我们也要卖这套房子了 所以就把这个 所有的地方都写着清空 清空之后 我们再重新的布置 然后照相 画上这个 本地的销售市场 家里很乱啊 像这些餐桌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想 把它直接搬走 搬走我们就 到那边就想 很方便 直接可以用 像那些电饭锅呀 锅呀锅呀 我们都是要带走 其实搬家还是很 巨大的一个工程 这整个的搬家 我刚才说的 它差不多一块钱一磅 这个价格 我们家估算 差不多应该得有 六七千磅左右 也就是说 整个的这个 从这边搬过去 至少要花到 六七千的加币 和人民币 差不多三万块钱吧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